最近有位游戏玩家在操作修一直升机离地前 由于手欠就前后左右乱方向键 悬疑竟然直接脱落射向天空 这玩家十分困惑便继续尝试 发现悬疑达到额定转速 但尚未出力时 只要乱按压方向键就能原地射架 并且屡试不爽 甚至UH1直升机在飞行中 只要一接近1G俯冲 同时左右来回压杆 一样会发生空中射架 看来蒋柱是在悬疑头的强烈冲撞下这段 其实这样的事故在现实中也时有发生 比如一架希勒FH1100直升机 在刚要进入俯冲的一刻 突然出风向右横滚 改出时悬疑头剧烈冲撞蒋柱 使蒋叶向下弹性弯曲 击中尾梁 结果当场解体坠毁 而这架罗宾逊R44直升机 同样是在飞行中发生蒋柱冲撞 导致悬疑直接切断尾梁 变成头尾分离坠落 奇怪的是 这些发生蒋柱冲撞的机型 都采用了和修一直升机 类似的翘翘板式悬疑头 那么其中暗藏什么原因呢 由于我们今天要给一架UHE安装悬疑 正好顺便研究 翘翘板悬疑头的工作原理 希望能找到蒋柱冲撞的原因 此时直升机顶上只有蒋柱和操纵拉杆 首先给柱子套个双层鞋盘 并接上拉杆 使操纵杆能够带动鞋盘偏转 然后安装两个鞋盘摇臂 接上连杆让它和鞋盘同步偏转 并能被驾驶舱的总距杆推动升降 接着给蒋柱套上一个中间开着长孔的蒋骨 插上轴销后 蒋骨就可绕着轴销摆动 两端的蒋夹安装悬翼 就会像翘翘板一样自由挥舞 这就是翘翘板悬翼头的由来 接着把一个两端带配中块的平衡锤 用轴销固定在蒋柱顶端 并用连杆和下方的纤维器连接 限制其在一定范围自由摆动 最后给平衡锤的框架里 装上两个变距摇臂 使其通过拉杆带动悬翼变距 并给摇臂顶端接上长拉杆 和下面的鞋盘摇臂连接 这样鞋盘偏转时 红色连杆就带动绿色摇臂 绕着自己的轴销旋转 并带动蓝色眼杆 使两片旋翼反向改变逻距 推动机身向指定方向侧移 如果鞋盘不动 而机身被扰动倾斜 则保持旋转稳定的平衡锤 就会相对讲住偏摆 推动绿色摇臂 绕着顶端旋转 带动两片旋翼反向变距 来产生自动回正力 因此带平衡锤的翘翘板旋翼头 即可通过鞋盘偏转 进行周期变距 使机身水平移动 也可通过鞋盘摇臂的升降 进行同步变距 使直升机上升或下降 还能利用平衡锤的相对偏摆 进行回正变距 使机身自动稳定 正所谓看起来虽然简单 但实际上一点也不复杂 现在我们推动操纵杆 使鞋盘前倾 发现鞋盘摇臂前低后高 导致左侧悬翼逻距增大 而右侧减小 悬翼面产生了右倾力矩 由于该力矩需要持至90度 才能使悬翼面 进动偏转 因此 叶片在转到前后位置时 正好发生进动效应 出现前倾 于是悬翼面就产生了 向前飞行的分离 所以飞行员 无论向哪个方向 移动操纵杆 都会推动鞋盘 向操纵杆的移动方向倾斜 而悬翼面 又要持至于 偏转力矩90度 才发生进动 结果就是悬翼面和斜盘 同向偏转 这就是操纵杆移动 能使直升机 同向平移的原因 因此 我们再来观察 讲古 发现中间开长孔 就是为了给 自由偏摆 进动的悬翼头 让出空间 UH1直升机的 讲古 最大偏角为 11度41分 而AH1 修衣眼镜蛇的讲古 最大偏角为 12度30分 因此 讲盘偏转 进动过猛 长孔边缘就会冲撞讲柱 幸好悬翼正常负载时 讲古偏摆 通常只有2度左右 但悬翼达到 额定转速 且负载很低时 比如在起飞前的 低罗具下 大幅移动操纵杆 就会让 负荷微弱的讲盘 快速进动偏转 冲撞讲柱 于是 铁柱子就被 啃出凹槽而断裂 又或者 在推杆俯冲时 大幅下压 总聚感 使讲盘卸载 如果垂直加速度 接近1G 则失去拉力的讲盘 无法再靠 侧向分力 对抗 围降推力 导致 机身被围降 推动侧翻 突然进入横滚 此时 必须将操纵杆回中 将讲盘负载增大 然后再改出横滚 但通常突发横滚 会吓得飞行员 惊慌失措 往往下意识 直接压杆修正 导致 低负荷的讲盘 剧烈进动 而冲撞讲柱 这架希勒直升机 就是因讲盘 急剧卸载 导致机身接近 失重而引发横滚 又因改出动作不当 造成讲柱冲撞 使悬翼在冲撞时 弹性下弯 击中了伪凉 由此可见 即使皮实耐用的修衣 也有致命弱点 他提示我们 乘坐翘翘版 悬翼的直升机时 一旦感觉失重 就要和飞行员协商 司机师傅 现在离讲柱冲撞 已近在咫尺 要么您开慢点 要么干脆让我来开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